苗栗县知名景点客家园楼近来引发更名争议 县议员陈光轩认为园楼并非台湾传统的客家建筑 主张因修正名称 避免对本土客家文化传统建筑产生历史的谬物 县议员孙肃儿今天质询时强调客家园楼是苗栗客家的代表性景点 坚决反对改名 如果要改名会召集其他议员到文化观光局抗议 文官局长林彦甫说 陈光轩提议修正客家园楼名称后 文官局曾邀及学者专家讨论 有的专家认为除非有更好的名词 否则维持原状较好 也有认为大陆福建土楼并非只有客家人才有 干脆改名闽客园楼好了 是否改名目前还无共识 会继续征询各界意见 并加强充实内部客家文物文化展览 孙子午额质疑权限56万人口 客家人口占64% 约36万2000人 在一个代表客家族群的地方 有个代表性的建筑不行吗 他说当初他争取原楼建在公馆香苗栗特色馆附近 因腹地太小只好作罢 改在后龙兴建 如今客家园楼已是全国知名的景点 管内客家文物文化等展示也对宣扬客家文化有帮助 他说国内外游客餐客家官园楼都可看见客家两个大字 可说是苗栗客家代表性的景点 他坚决反对改名 意味38席议员 客家人占蛮多的 起码第一选区9席议员都不会赞成 如果要改名 他会召集这9名议员到文官局抗议 陈光轩则说 圆楼并不是台湾传统的客家建筑 很多外地朋友来苗栗参观后 以为以前客家人是住这样的圆楼 而且有学者及地方人士都反映客家圆楼 并非台湾客家人的传统建筑 台湾的客家人住的是三合院或房 因此深思这样的问题是否造成后代或不了解客家文化的人产生误解 他说 伊文县及世界文化遗产的登陆圆楼应称为福建土楼 建议县府修正客家圆楼名称 让大家对本土客家文化的认同得到较正确的讯息 再从导览强调圆楼是源自中国福建 而非本土客家文化的建筑 铜锣客家大院已足以代表本土及苗栗的客家传 铜建筑 站在教育及长远的角度 不希望后代子孙对于客家文化 客家传统建筑产生六物 苗栗客家圆楼已是全国知名景点 最近引发改名争议 记者胡鹏生摄影 分享 苗栗客家圆楼已是全国知名景点 最近引发改名争议 记者黄瑞点摄影 分享 苗栗客家圆楼已是全国知名景点 最近引发改名争议 记者黄瑞点摄影 分享 苗栗客家圆楼已是全国知名景点 最近引发改名争议 记者胡鹏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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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